我們這次有許多位的罹難者 我們要向他們的家屬表達哀悼和慰問之意 我們也一定會協助處理後事 前年高雄城東很大的狗呆事件造成許多的傷亡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沉痛和不捨 我今天來高雄主要的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就是來探視傷者及慰問罹難者的家屬 也要感謝投入收救工作的人員 包括第一線警銷和醫護人員的心老 我們這次有許多位罹難者 我們要向他們的家屬表達哀悼和慰問之意 我們也一定會協助處理後事 這次的事件之後 社會上有很多的討論 尤其是說在我們國家的制度面上 還有法規面上 是不是要進行一個全面的檢討 讓我們無論是在法規面或制度面 能夠更完善 在過去的五年 我們透過社會住宅 都跟為老政策 自力改善國人 尤其是落實族群和居住的環境 當發生城中城這麼嚴重的事故 我們一定要更積極的來檢討改善 我已經請行政院以及內政部 全面檢討強化建築管理 消防檢查 跟都跟為老制度不足的地方 中央一定要用最快的時間 跟我們的縣市政府一起來合作 我們要共同來全面的盤點 駐商混合大樓 特別是局部的 已經是局部的荒廢的老舊的建築 要立即進行環境整理 排除危險跟雜亂的問題 建立起我們所必要的社區管理系統 並且用公辦都跟 我們來加速處理這些大樓跟建築物的問題 謝謝 謝謝大家